杜甫是五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文人 他有许多筷子人口的作品流传至今 千年来受到了无数人的赞誉 可就是这么一位千古大文豪 竟出人意外地在科取考试中名落孙山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场考试有一个奇葩的主考官 在他的评定下 这场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为零 这个奇葩的主考官 就是曾经的唐朝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是靠踩着别人 一步一步爬上宰相之位的 在他当宰相之前 他就曾陷害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 在当了宰相之后 他更是独揽大权排斥贤财 他是怎么排斥贤财的呢 从他所主考的一场科举考试 就可以看出来 众所周知 科举考试是统治者 为了搜罗天下贤财才举办的 可李林甫此人十分记恨 因才学被加官禁绝的人 因为这些人十分容易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在他主考科举的时候 就大肆打压这些文人 最后更是以各种奇葩的理由 使得这场科举考试沦为一场闹剧 没有一人通过考试 而杜甫正好就是其中的考生之一 科举考试没有搜罗到一个人才 势必会让皇帝大发雷霆 可李林甫却告诉皇帝 天下的贤财都在朝中了 可见您是多么的明察秋毫啊 就是这样一个马屁 拍的皇帝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不但不惩罚李林甫还对他大肆赞赏 可见当时的皇帝有多么昏庸 李林甫同时也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在他当宰相期间 为了打压别人 就建议皇帝重用胡人 因此直接使得安禄山的权力暴涨 最后发动了安史之乱 使得唐朝由盛转衰 逐渐走向了灭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压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压别人